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一則影片主要是想和大家看一則有關於中國評論通訊社在今個月刊登的一則報導 深入分析大數據從而去了解黑暴輿論發展方向 他們的大數據中心發現自國安立法啟動以來 激進亂港分子開始向境外轉移 其影響力開始呈現泡沫化碎片化的衰退趨勢 雖然有部分追隨者亦都移民海外 為亂港勢力立喊助威 但已經逐漸形成同溫層效應 經濟、生計問題反而是這些群體現在最大的困擾 分析當中說到在最近一年半以來 外逃亂港政客以及組織的社交媒體影響力 逐漸呈現逐步下滑的趨勢 支持到同步下降至最低位 並未有隨著立法會選舉臨近而反彈 其中在去年的國安法生效初期和今年國安法一周年時期 外逃亂港勢力曾經是透過線上線下活動發起激烈抵制 尤其是在今年6至7月期間 連續炒作反修例兩周年 撐蘋果、七一孤狼刺警和港大學生線報等議題 再度掀起一波小高峰 試圖將影響力傳回香港本地 但是關注到支持到很快再降至新低 由此可見 外逃亂港勢力目前已經淪為一群沽原海外的同溫層 雖然其內部以及香港本地仍然有極少量的基本盤追隨者和關注者 但是總體規模已經大幅縮水 而另一方面 自去年7月以來 海外亂港組織的社交媒體 所發布的涉及政治議題的內容呈現波動上升趨勢 而且從關鍵遲雲圖當中可以反映出 海外亂港分子除了日常性關注、干預香港政治社會議題之外 今年開始更加傾向於配合西方反華勢力去炒作涉及新疆、涉及台灣的議題 多次在意識形態領域攻擊抹黑中國內地 不過香港網民對海外亂港組織所發表信息的關注度 卻長期處於低位 即使是持親反對派立場的香港網民內部 上述組織的動向也只是佔據不到5%的關注度 另一方面 作為維繫海外亂港勢力起香港本地影響力的重要載體 因為觸犯或畏據《國安法》而潛逃而居境外的政治人物同時證明罪 近這一年半以來都熱衷於運用個人網絡社交媒體平台 將反中亂港的理念和信息向香港社會滲透 不過正如分析所看到 無論是由社交媒體關注度還是從社交媒體的粉絲增長率來看 上述的外途亂港頭面分子的影響力都呈現快速下滑的趨勢 他們的高光時刻僅限於宣佈外途的時候 即使是連迎合美西方反華勢力的博出偉的言行 都難以起本地乃至國際輿論引起重視 在進一步的分析還可以發現海外亂港勢力的影響力持續消退 本質上與他們的基本盤支持者群體逐漸放棄政治幻想 開始為移民之後的日常生計所困有著密切的關係 正如分析所看到 通過對國安法生效之後 移民海外港人網上討論內容的分析所看到 不少支持反對派的香港人移民離港之後 由於不再擔心觸及法律風險 再度公然發表支持反中亂港勢力 乃至認同港獨的言論 每個月的聲量當中涉及港獨意涵的口號比例 始終維持在10%至15%的區間之間 可以說明亂港勢力追隨者離港之後 開始呈現出普團取暖的趨勢 不過從總體的趨勢上來看 在最近一年半以來 新移民港人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的興趣 已經明顯降低 對於涉及香港國安法 選舉的討論量也分別逐步下降至1% 說明新移民港人正在從修例風波以來的 政治狂熱當中逐步走出來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涉及生活開支 賺工 交稅 租房等現實問題的討論 由此可見 在海外疫情仍然持續 當地經濟形勢屢次陷入困境的背景之下 近年來移民海外的港人 雖然一度沉浸在 享受所謂自由空氣的快感當中 卻好快面臨著最基本的生計困擾 而這一個亦都令到 亂港勢力打著政治旗號 企圖去所謂團結 乃至綁架移民香港人的號召力 大打折扣架 我相信大家看到這一則的消息都會相當開心 甚至乎都真的會有少少懷疑 嘩 是不是真的正如分析所說 即是他們越來越急速下滑那些關注度 那又真的 因為正正下側的消息 就是這個香港立法會選舉完了的同一日 有部分離港赴英的黃絲就不甘寂寞 在英國倫敦就搞所謂的公投 信問移英港人說是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權 在香港的執政地位及其管治 據悉這次的公投一共吸引了大喇喇73人參加的 你沒聽錯我沒說錯是73人 對此媒體評論說到 部分的外國媒體和那些黃媒 一直炒作有幾十萬人去了英國 但是這次所謂的公投只招來區區幾十人響應 為什麼連0.1%投票率都沒有呢 質疑這些媒體是誇大去了英國的人數的 好啦 接下來和大家看看昨天的國家外交部禮行記者會 有記者說到在近日召開的領導人民主峰會上 美國就宣布將會在國務院設立專門職位 叫做全球反腐敗問題協調員 美國財政部將會成立一個反貪污基金 用以獎勵那些能夠提供有關腐敗的外國領導人 在美國藏有裝款線索的人 有評論就認為美國推進海外反腐的真實意圖是通過 場地管轄服務本國霸權 發言人趙立堅就表示注意到有關的報道 他就想強調幾點 第一 美國國內的腐敗醜聞不斷 系統性 制度性的腐敗即重難返 眾所周知 美式民主一早已經淪為少數有錢人 才能夠玩得動的金錢遊戲 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一共就燒了140億美元 美國政客起選舉的時候會用承諾去換取金錢 大肆 燒錢去搞宣傳 拿錢去換選票 當選之後靠著政治遊說 政治欠金等等合法地賄賂 光明正大地搞權 錢 交易 離任的時候就通過旋轉門 在政界 商界 無逢撤換 來去治愈 這一種全過程 全產熱鏈的腐敗 在很多國家都遭到嚴懲 但是在美國卻披上了合法外衣 美國搞合法腐敗 公開腐敗 令人不恥 其次 美國在國際反腐敗合作領域當中更是扯後腿 美國作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替約國 長期以來致國際道義和責任於不顧 對腐敗分子的犯罪事實 裝龍作瓦 視而不見 消極對待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合作請求 甚至乎明目張膽地為外途涉嫌犯 撐腰打氣 提供政治庇護 還阻撓外途人員自願投案 第三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被罪天堂 美國是外途腐敗和經濟犯罪嫌疑人最集中的國家 是腐敗資產的重要流入地 美國是世界上建立匿名空殼公司最容易的國家之一 根據美國自己的媒體報道 美國每年成立大約200萬間匿名空殼公司 遠超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 美國已經成為了洗白非法資金的自助式洗錢機 美國在反腐敗問題上向來都是嫌以待人 歡以待己 從來不會反攻自省 只會對其他國家說三道四 甚至乎打著反腐敗的旗號濫用 長臂管轄 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美國這一種行徑完全就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是對國際法的踐踏 必然遭到世界各國的唾棄和抵制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重要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樑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指示 ради優惠的夢想 從來 發沒那麼久 04 字幕志愿者 發 無視 薦 music 拍手 申請拍手